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很开心我们可以在网上里面 能够和大家一起去敬拜 一起去听上帝的说话 就让我们在正道之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 知道现在疫情仍然严峻 大感恩因为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 彼此的商交一起去敬拜 主愿圣灵去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领受你的话 同样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能够行出你的道 求主你亲自的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主多谢你 听我们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前段我看过几幅图 都挺有意思的 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里就有个背景 背景就是有一位唐僧 有一次他搭飞机去台北 唐僧给人的印象就是不厌世俗 他刚下飞机的时候 有记者就问他 你对陪酒小姐有什么看法呢 唐僧就这样答 台北有陪酒小姐 接着假日的头条是这样的 唐僧飞底台北 开口就问有没有陪酒小姐 好了 去到第二天 再有记者问唐僧 你对陪酒小姐有什么看法呢 唐僧就回答 不感兴趣 假日的头条就是这样 唐真夜间娱乐要求高 本地陪酒小姐租冷落 好了 到第五天 记者又出现了 唐真这次很生气 大马这个记者 你再跟我乱写 我就去法院告你 接着假日的头条是怎样呢 我又给大家猜猜 猜猜猜猜就是 怒骂本部记者 唐真一路为红颜 最后 唐真看到报道之后 激到渣渣跳 撞墙而死了 接着假日的媒体报道就是 为了陪酒小姐而殉情 不值不值 唐真的一生 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媒体的报道不可信 而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 我们每天会收到 成千上万的资讯 我们很容易被误导的 别人说什么 我们就信什么 现在我就给大家 小小时间去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都在 这个状态里面呢 是不是别人说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信了 甚至我们回到教会 是不是都是有一个 同一个心态 只是回来 单向地接收资讯 吸收圣经的知识 每个星期的团计查经 或者现在可能Zoom网上的聚会等等 是不是明白了经文的意思就算了呢 今天早上 很想借记马太福音的 15章1至20节这段经文 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 怎样去教训一众的 法利赛人和民事 提醒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 那我就和大家读 马太福音的15章1至9节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民事 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 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因为吃饭的时候 他们不洗手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 犯了神的戒命呢 神说 当孝敬父母 又说 就骂父母的 必自死他 你们倒说 无论何人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及你的 已经作了贡献 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 废了神的戒命 假无为善的人啊 以赛亚指着 你们说的语言是不错的 他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教训 教导人 所以拜我 也是枉言 经文一开始就讲到 有法利赛人和民事 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 首先我们知道 法利赛人和民事 是什么人先 他们是一帮宗教的领袖 很熟悉圣经 很熟悉律法 也都是会教授律法的 当时他们是心得民心 很受人尊敬 根据第一节课 这帮法利赛人和民事 是从耶路撒冷来 代表着 有人在耶路撒冷教会报信 通俗些说 就叫做 报传 说耶稣和他的门徒 犯了关乎主人的遗传 这件事情 而这帮法利赛人和民事 就这样和耶稣说 你的门徒 通俗些说 就是你的年轻 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 他们吃饭的时候 不洗手 像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 和弟弟说 吃饭之前不洗手 他们当然就不是关心 门徒的遗传问题 他们只是关心 又或者不可以说关心 而是挑战耶稣 为什么你可以给你那帮门徒 犯古人的遗传的呢 吃饭不洗手 为什么不遵守呢 我们又要明白 什么是古人的遗传 古人的遗传 是指历世历代 德高望重的拉比 即是老师 他们对圣经所做的传释 然后就以口述的形式 流传到后代 而且是具有约束力 即是说 古人的遗传 不是律法的本身 而是只不过是 拉比对律法的解释 那耶稣怎样回应呢 夫子很聪明 你说我的门徒 犯古人的遗传 好啊 那我现在就问你 为什么你们因为 这些遗传 而违反了上帝的戒命呢 耶稣即时将焦点 由门徒转了去 法利塞人和民事那里 耶稣没有给回应他们 又或者那帮人 耶稣给了回应之后 那帮人不懂得去回应 那之后就讲了一个实例 耶稣一巴掌一巴掌 就打在这帮宗教领袖的脸上面 神的解命是 当孝敬父母 周马父母的必自死他 但你们帮宗教领袖 是怎样的呢 你们说应该给父母的奉养 就已经奉献了给神了 你们恩着人的遗传 犯了神的戒命 你们有没有遵守到 当孝敬父母 这条神的戒命呢 人的遗传 和神的戒命 哪样重要一点呢 弟兄姐妹 大家都知道了 当然是神的戒命 那法利塞人和文士 知不知呢 我不能够代他们回答 但是有一件事很肯定的 就是 耶稣基督骂他们 这帮叫做假母为善 假母为善 这个原文的语诗 是演员 偽装者 即是指这帮人 藉着爱在的行为 遵守他们的律法 让其他人觉得他们是敬虔 是行善 所以在第八节 耶稣就藉着以赛亚的说话 指责他们 是啊 他们是用嘴唇尊敬我 讲很多 做很多 但是怎么样 心却远离我 心不在耶稣那里 那在哪里呢 就在人那里 法利塞人和文士 时常就被耶稣 说他们假母为善 不过假母为善 不是这个段落的主题 耶稣基督在这里 要指出的是 古人的遗传 的不是 第二 第三 第六节 重复出现遗传这个字 而耶稣就在第九节 作了一个小结 就说这帮的宗教领袖 竟然是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去教训人 道理不是说可以听 可以不听 道理这个字 吕镇宗这样翻译 就叫做教义 英文译做doctrine 这个道理不是一般的道理 而是doctrine 教义 人的吩咐 竟然成为了教义 是多么离谱的事情 这么离谱的事 理应就很快消失 可惜事实不是这样 这帮法理 作人同民事 竟然将这堆人的说话 世世代代地 继续流传下去 而且还有弱速性 难道他们没有用脑想过 这些只不过是人的吩咐 古人的遗传 不会还要得过神的戒命吗 我不清楚他们有没有用脑想过 我只是知道 古人讲什么的时候 他们就信什么 照单传授 不管古人的遗传 是不是有利 总之就跟着做 就实无死 那我们又不是好像 这帮法理畅人同民事一样 人家讲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信什么呢 人家叫你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跟着去做什么呢 我和大家分享一间教会的故事 可能大家回音福堂崇拜 未必知道 其实有些教会 会在崇拜的教后部分的时段 就会全体会众做一件事情 大家又猜不猜到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想到了 没错 就是一起去背众主统文 我所分享的这间教会 背众主统文的方式都有些特别 当然不是用希腊文背 虽然我读神学的时候 都试过用希腊文背 但是很快就已经交给老师 这间教会的会众 崇拜的时候 背众主统文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全体会众 会一起去站立 然后就有一个 180度的华丽转身 一起去背着港台 背众主统文 作为新朋友 见到全世界都背着 背着港台背众主统文 当然就跟着做 对不对 但是当崇拜完之后 基于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就问一下身边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谁知道 问十个有九个都说不知道为什么 说不到什么原因 总之 人家这么做 那就跟着做 以为是其中一个宗教的礼仪 几经辛苦 终于问到第十个了 一起背向主统文 背台背众主统文 原因是因为 以前教会 这间教会 有一块的石板 是写上主统文的经文 就是一块木板 挂在礼堂的后边 方便第一次来教会 或者一些不是很懂得背主统文的朋友 可以一起看着这块的木板 一起去读出主统文 这个都是一个比较久的事情 这个做法其实是好的 以免不懂得背主统文的朋友 或者初信的弟兄姊妹尴尬 因为那时候没有power point 但后来教会大装修了 写着这块主统文的木板 拆了 但是这间教会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呢 都仍然保留着背台 去背众主统文的动作 造成为了教会的传统 不过本来的意义就失去了 因为木板已经消失 现在也都有power point 去帮助回众去背众主统文 所以结果有问十个 有九个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要背台背众主统文 大家听完这间教会的故事 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呢 可能你会觉得 我不会这么麻木的 我不会死守传统的 不过在这里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都想大家好好去想一想 就是大家回来教会 听了很多圣经的教导 不论是组章大茶经 又或者上主又学 又或者好像现在这样 我们一起听上帝的道 你是不是都好像 法利塞人和民事一样 照单传修呢 人家说什么 你们就信什么 我们又看看 耶稣基督 怎么样去回应 法利塞人和民事的指控 我们一起去看第十节 至到第十四节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 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蔚人 出口的乃能污蔚人 当时门徒进前来 对他说 法利塞人听见者话 不服 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 凡灾众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灾众的 必要拔出来 任凭他们罢 他们是颜领路的 若是核子领核子 两个人都要调在坑里 在这个段内 耶稣说对象转了 第十节 就是耶稣叫了众人来 耶稣要大家留意的是 大家要留意的是 耶稣跟着要说什么话 耶稣说 你们要听 不单止听的要怎样 要明白 大家看不看得到 这里耶稣觉得很妙 他叫了众人来 听他的教导 但是这番说话 表面是跟众人说 但其实 很有可能 耶稣暗瓦底 是侧着那班的法利赛人 和民事 只会听古人的遗传 人的吩咐 但是就没有去明白 为什么会觉得 会觉得这里是暗善 那班宗教领袖呢 因为在12节 就即时说到这班法利赛人 听完耶稣这番话的回应 他们不服气 表示他们完全听到耶稣 基督的说话 听又明白 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 其实在福音书里面经常出现 尤其是很接近的上文 十三章栽众的比喻里面 这个组合更加是重复了五次 而明白这个字的原文 是指理解 晓得 而雷震真正译做领悟 领悟是指听完之后 需要去沉淀 思想 消化 不是只是听完就算 不是听完其他人讲完就算数 我们又想想 我们回来教会 是不是都只是听完 但有没有去明白 有没有去领悟呢 教会在好几年前 就将团结的茶经 改了个名字叫做生命茶经 为什么无忽然 交了生命两个字上去 是不是很简单地想 以前没有生命呢 当然可能不是 我不肯定是不是这样 要问一些知心同工才知道 不过茶经没有生命 可能都会是不少教会里面的情况 茶经有没有生命 其实很容易看到的 就是你的茶经 会不会只是很单向地 Q&A 问语答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有可能 你是一个没什么生命的茶经 祖元完全没有预备地翻团契 连经文都没有看过 当茶经的时候就急急脚急急脚地去看 祖长就问 祖元就找答案 好像做功课那样 就没有什么交流 没有看法的机会 没有沉添消化的过程 没有沉添消化的过程 像一个Q&A的环节 一问一答 茶经就是不断寻找答案 找答案 全程就是组长问组员 有时就组员质问组长 其实茶经应该是一个全组一起分享交流 互相启发 祖长是带领大家茶经 而不是一个答案的给予者 当整个茶经流于寻找答案Q&A的话 去到应用的部分 就很难很深层地分享生命的需要 因为表面地茶经文 自然就会很表面地分享应用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去茶经 又或者这么说 不单只是茶经 当我们回来教会的时候 有没有做到耶稣基督的教训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呢 当耶稣基督讲完这句话之后 就直接用两个比喻 去描述法利塞人的境况 第一个比喻是说 这帮法利塞人 根本就不是天父所栽种 当将来审判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连根地拔出来 就好像十三章弊子的结局那样 被调在火炉里 而第二个比喻就说 这帮法利塞人 根本就好像核子那样 自己已经不明白 律法的真意 还要带领其他人认识律法 只会累街坊 一起掉在坑里面 大家有没有留意 十四节的开手那几个字 耶稣说 任凭他们罢 要说的是 他已经说了 要听的都说了 但最后怎样 就由法利塞人自己的决定 今天 我们又是以什么心态来聆听 去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呢 会不会都好像法利塞人的反应一样 不服呢 为何法利塞人不服 因为耶稣基督的说话 正正地预证他们的要害 我自舍就要 是一个外表好像很乖 但是内里其实都反叛的人 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 我记得我读中初中的时候 有个嗜好 就是叫做 就是省 每一样都要省下的 连做功课都要省止 于是我就 怎样呢 因为想省止 我就将数学的功课 每一页 选择一半 就是说呢 每一页的题目 可以有多一倍的空间 那我的用纸的量 就可以省了一倍 那我这样做 那数学老师当然就来照我了 就照见我了 那我跟我说 一页这么贵 那么多字 物质质 很难改的 那我叫我 就以后不要这样再做了 如果就是这样 我就不会再帮我改报 那我调气不顺 那省止都不对 好 那我听你说 那我就不间开 这本数学保一半了 但是我就发挥香港人的无限创意 那大家猜猜我会怎么做 数学保 那本是数学保 有什么特别的呢 数学保的特色 就是那些格子很小的 只是够在写数字而已 但是中文字有文字题的 对不对 那中文字呢 基本上是用四个格子才去写的 才是清晰的 那于是我怎么呢 就将每一只中文字 就写在一个小格里面 逐一只中文字就写上去 又可以省纸 又可以激一下老师 是不是挺开心 那我还在这个页的顶部份 还很激老师的语调 就写着 那老师 我提提你 你说不改的 做我这些反叛的学生的老师 实际到爆血管 是不是 感恩 老师的血管仍然正常运作 那老师又当然没有改我本部 又叫我重做 故事之后发展成点 那我也不会很大记得了 但是很记得的是 中五会考派成绩表那一天 派成绩单那一天 这位数学老师就 特意的走过来 恭喜我 数学拿到不错的成绩 那我也很感谢他的教导 中五了嘛 那已经不是初中了 已经大过仔 成熟了 长大了 可能大家会觉得 当时我年轻 未信主 是这样的了 是不是大过了 人信了主 就不会这样呢 对我而言 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历程 未必是这样的 我分享多一个经历给大家听 我九年前神学 十年前神学毕业 你恩福事奉之前 在你一间教会里面 做传道人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传道人当然是一份职业 对不对 现在不少教会 都会跟传道人进行一个叫做 就是工作平衡 回顾一下你过去的表现 又展望一下你的将来 头几年的Apaso 都没什么的 很正常 但不知为什么 有一年的Apaso 一个评估 一个平衡 我反应很大 不知是否到了今年期 不过应该没到的 我很不同意里面某些内容 我觉得每年都是这样做的 来来去去都差不多的东西 为什么无端端这一年的平衡 写着这么负面的评语在上面 听完我刚才分享 我小时候的经历 大家都可能有一点的印象 就是我是一个小小反叛的人 人大了 成熟了 但本质都是有些反叛的 今次我就从正常途径去反映 没有以前那么激动 本来一份Apaso 就只有三分一的纸给我去回应 写回应 回应这份的平衡 但我最终就好像考公开试那样 就加了三张Apaso 去回应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老婆常常跟我说 试试慢点 冷静点 想清楚其他人的意见 不要每次都那么反叛 我觉得这几年我都进步了 我们自己又想想 我们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当我们听到其他人 甚至是牧师 首先老师教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好像 法利塞人听古人的遗传一样 照单传修 因为好像 法利塞人听耶稣基督教训的一样 一味的反抗 不適合我听的 不適合我听 究竟耶稣基督 想我们有些什么回应呢 我们又一起看一下 十五至二十节 彼得对耶稣说 整张这比喻 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 我们到如今 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凡入口的 是运到土子里 又落在茅翅里吗 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会为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人 狗合 偷渡 妄政 磅毒 这都是污为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却不污为人 在这个段落 耶稣在十六节就讲到 连你们 即是你那帮缓徒 都不明白吗 跟着耶稣就讲到一件的事情 岂不知凡入口的 是运在肚里面 又落在茅翅里吗 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的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到 里面所表达的含义 我用口语地讲给大家 讲一次给大家听 你们不知道吗 所有入口的东西 是直接去到肚里面 再直接落到茅翅里面 表达中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机械式的运作 一个既定不变的运作 就好像那帮法理财人一样 他们听完古人的遗传 不加思索 照单传授 就好像食物直落茅翅一样 之后耶稣就讲解 什么是最重要 十八和第十九节 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狗合 偷渡 妄证 磅毒 大家看不看到 什么是最重要呢 没错 就是心 心这个字的原文是指 我们内在生命的中心和源头 操纵人的思想 以至感情 心不是单单 说一个会泵血的器官 更加是说的是 你的思想 以至情感的来源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都是由心发出 当耶稣基督回应 法理财人 对食饭前不用收的指控 直此就批评 法理财人 只是顾着古人的遗传 和爱在的行为 但从来就没有重视过 他们的心是怎样 仅然表面很卫生 很干净 但内内仍然是不洁 那即是要怎样呢 简单点说 就是我们每个信徒 都需要属灵的更新 心是最重要 那怎样可以更新呢 反面教材 就是不要学法理财人 不要学他们 只是听古人的遗传 照单传收 还有不要学他们 听一些虐心虐肺的教识的时候 就一味不服反抗 我们应该进行 耶稣基督的教会 你们要听 亦要明白 耶稣基督的教导 是要进入心的里面 需要经过思想 沉淀 整合 不要像吃东西 吃完就直接 跌落去茅廁那里 但是这样 容易做到呢 我想说 一点都不容易 不过不容易 不代表 做不到 有弟兄姊妹 就曾经分享过 以下的经历 我是十分之深刻 或者大家都会有 以下的同感 就是在工作环境里面 是不容易 会出信仰的 那当然 要看一下 你是哪一行 有些可能难些 有些可能就容易些 而这位的姊妹 就在公司里面 担当一个中层的职位 即是上有老板 下有员工 那有一位员工 工作表现一向 都不是很好 多番提醒之后 都没有改善到 所以老板就决定 要给他一个 处分的警告 那要姊妹去处理 这件事情 那这位姊妹 就第一次处分下属 她就不知道 应该怎么做 怎么办呢 那自然就去 请教其他同事 其他同事就这样教她 那你写下 这位下属 所有不好的地方 和她的问题 那你就跟她谈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理直气壮 这样去斥责她 对方也都不会有 什么反驳的余地 那姊妹就很听话 照着去做 但是她列出这些 攻击对方的台词之后 她内心很不安 很不平安 那怎么好呢 那就保障一点 那现在科技发达 就找Google大臣 那搜寻一下方法 抄抄 网上世界什么都有 有很多抄 很多智慧建议 但是她都觉得 没什么用 因为内心仍然很不平安 她就为这件事 不断地去祷告 最后 神就在心里面 浮出了四个字 荣神亿人 荣耀神 造就身边的人 她不是第一次听 在教会听过很多次 我相信大家都是 但是她在那时 才猛烟发觉到 为什么她在公司里面 从来没有想过 在公司 不代表 只可以用 世俗的方法 或者做法 或者桥段 而是可以将她的信仰的价值 和她的使命 连贯在 出现在她的工作上面 她的信仰价值 不应该只是出现在教会 或者是 邓兄姐妹的群体 而是在 她生命的每一个范畴 她想到 即使是处分 警告同事 都要让同事的生命 得以受建立 和造就 又让神得荣耀 最后 姐妹就用 从建立同事 作为出发点的做法 写了另一份的台词 而不是好像坊间所教 透过攻击对方 让自己有优势 那一日 姐妹带着平安的心 很顺利就和这位同事 进行了约谈 她说 当他们两个人 在会议室出来的时候 都是有讲有笑 外面的同事见到 惊讶到目定口爱 感谢神给姐妹智慧 让她记得圣经的说话 而更加感恩的是 这位姐妹有一伙 信服的心 她明白信仰 并不是只是出现在 星期日的上周 又或者团契的日子 或者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 信仰是生命的全部 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是整个人的核心价值 圣经从来都不是一本厚厚的书 而是神向我们每一个所说的说话 今天我们又是怎样对待神的说话呢 《国陆细书3章16》这样说 当用各样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风风富富地存在心里 用诗章 重词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勸解 心被恩感 歌众神 这次圣经讲到 将什么传在心里面 没错 就是将基督的道理 风风富富地存在心里 要留意 传这个字 原文是居住在心里 所以雷镇中是译做住 原来住这个字的原文 是一个隐喻的意思 就是指要在人里面 发挥一个正面的影响 让真理住在心里面 发挥正面的影响 做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得以被根深 得以被结症 今天 我跟大家分享 马大方箱15章1-20节 是讲到 法利赛人挑战耶稣 他的门徒不遵守 吃饭前要洗手 这个古人的遗传 从耶稣的回应 表面上去讲 肉体的结症 或者心灵的结症 指出吃饭前不洗手 不会污秽人 但从心里发出的 才会污秽人 不过 如果当一路听我分享的时候 都会掌握得到 其实在这里 耶稣基督有一个 更深层的意思 就是骂一帮法利赛人 没有从心 去领受神的戒命 只是听古人的遗传 没有用到心 去思想神的戒命的意义 只有听 没有去明白 今天 我们又安静地想一想 当我们回来教会 或者在听信息团契的时候 听了很多很多圣经的真理 但是有没有去思想 明白当中的意思 圣经的真理 有没有住在你的心里面 转化你的属灵生命 还是只是听了一大堆道理 听完 放在脑袋 多了一堆知识 就算数 同样 当我们生活在这个资讯爆炸 事与非都搞不清的世代 也都需要学习 听了 还要去明白 将正确的资讯 传在心里面 当然不同的是 这些资讯 是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 但是圣经真理 就可以 就愿我们一起去学习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 我们每一个来到你跟前 主多谢你 因为你赐下你宝贵的话 求主帮助我们 圣灵教导我们 不单是听 更加要明白 并且传在心里面 行出你的教导 活出一个 荣神 一人生命 能够造就身边的人 愿我们每一个 都能够行在上帝的道具当中 求主亲自赐福 帮助 让我们在任何时候 都能够活出 美好的见证 多谢主 听我们的面子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